原标题 原西山能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 无一不是佼佼者 时代杂志这样描述原西山 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法 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 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 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 操着浑厚嗓音的严元帅身上 1911年10月29日 原西山因率领其一军 杀了西巡甫陆中齐 及妻子陆荒西 后被公推为善息多 从此刻开始 直到1949年3月离开太原 原西山统治山西近40年 是名副其实的善息王 从个人事业发展来看 原西山是非常成功的 除了原西山过人能力外 他还需要他人的帮助 在所有辅助原西山 经营山西期间的人员中 赵黛文自此拢背 使学界称为原西山的首席伏辟 原西山成为善息多 赵黛文是最重要的拥戴者之一 他也因此被推举成议会总参议 原西山大权赌满前 袁世凯是最大的对手 赵黛文积极为原西山出谋划策 袁世凯死后 原西山终于建了吉山西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夙愿 赵黛文的能力开始显现 他在山西主持国民使法 从意识形态方面 积极配合原西山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 原西山有多倚重赵黛文 从阎西山早年的日记 我们能略知一二 1931年10月25日 阎西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赐黛文积极相交三十年 公司事件宝经波涛 虽有危及身家之律者 亦赤形优色 左延及人心瓦解 国将有应付中亡之 痛哭失声 非有所聚 乃有所商业 1936年5月 已经严禁古西的赵黛文 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 恰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前夕 颇有先见之 明的赵黛文看到工农红军蓬勃发展 他向阎西山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 最终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山西最先实现 1940年11月 阎西山派人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 南山秀吉谈判 要求日军给予能装备进随军30个团的武器弹药 对于颜西山可能和日本人勾结 74岁高龄赵黛文义正言辞地表示 我向来是一切都服从他颜西山 但这件事不能再和他含糊 如果你投降 我就跳黄河而死 绝不跟你回太原 民族大意上 赵黛文毫不含糊 1943年农历腊月初一 赵黛文病逝 享年77岁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